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部落新舞台 原住民 我叫大雄 你好 我是秀晴 我叫薩基努 嗨 又歡迎收看 我們每個禮拜天晚上 8點至9點的 部落新舞台 這個禮拜 今天我們的 這個比賽就是 有夢最美 有夢最美 你有沒有夢想 小時候 小時候的夢想就是 我必須要很認真的 要學習如何當一個原住民 因為他的母語不夠好 所以說他真正要寫原住民 真的 是 要不然土地那麼大 我至少要去開啃一下 那大雄呢 我的夢想讓人家看得起就好了 怎麼樣 你從小是不是 看不起是不是 現在又有被看得起嗎 有啦 你看上螢幕了又帥了 以前比較沒有信心 是啦 覺得大雄 電視螢幕比現場帥得起 尖叫 沒有人 太過分 他覺得你電視上比較好看 現場 收手 那你呢 我小時候的夢想 我小時候就是 因為我從小喜歡唱歌跳舞 所以我小時候就立志要當一個 很有名很出名的歌手 歌手 對 結果這個距離發現了很遙遠 非常遙遠 就他的意思是說 你趕快嫁人吧 也是啦 對 我就當不成 那個 我的明星夢破碎之後呢 然後剛好呢 就碰到我老公 那算了啦 至少還有人要就趕快嫁一嫁 所以我的夢想就越來越 越小 越來越渺茫 對 只要結婚就好 也不要這樣 所以我夢想就達成了 你看 好啦 那我們呢 閒聊完 我們也要介紹我們本節目的 靈魂人物就是我們的評審團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今天的比賽 也是非常精采 因為今天的參賽者呢 都聽說都非常的年輕 對 而且實力啊 剛剛在彩排的時候都有看到 對 而且我甚至說可以 慎重的可以跟製作單位 這一集 等於是友台的一些歌唱比賽 那種冠軍賽的那種情況 真的 大家唱歌都很強 而且今天一定要收門票 真的 難怪今天黑布很快就放下來 我就不知道從來一走 是 對 因為大家都 還有抱著那種懷著歌唱的夢想 對 但是我覺得呢 你們今天來這邊參賽 站在這個舞台 你們已經成功了一半 對 至少你們站在這個舞台呢 你們能夠唱歌給大家聽 對 我希望大家今天都有很好的成績 那我們今天要比的是什麼呢 請看VCR 每個人心中都有夢想 有各式各樣的夢想 只是這個夢想是否被實現 今天部落新舞台歌唱組的參賽者 平均年齡都在23歲左右 最小的15歲 最大的34歲 有的人還在念書 有的人已經出社會結婚生殖 他們必須面對生活中 各式各樣的挑戰 學生有念書成績的壓力 社會人士由工作 家庭生活 採米油鹽醬醋茶的現實挑戰 但他們唯一不變的就是對唱歌的夢想和熱情 希望有那麼一天 能夠站在舞台上唱歌給大家聽 你呢 你的夢想是否和參賽者一樣實現了呢 在還沒有比賽之前 先來看看今天歌唱組的比賽規定 比賽時間為3到5分鐘 評分項目為 傳統創新佔35% 歌唱技巧佔30% 台風佔20% 服裝造型佔15% 評分方式為 評審依評分項目給分 分數最高者為州冠軍 即刻獲得1萬元的獎金 並且獲得總決賽的資格 究竟是哪一位參賽者 可以拿下獎金進入總決賽呢 首先要參賽的第一位參賽者是 第一位參賽者是這個 泰魯閣的這個林紹強 他可說是這個泰魯閣 花蓮泰魯閣之星啊 怎麼說 舉凡每一個比賽他都有參加嗎 獎金獵人之稱啊 最怕這種獎金獵人啊 而且他歌聲好到還去出那個 永遠的泰魯閣專輯 你看那麼恐怕的一位選手 那請問出專輯還來幹嘛呢 賺錢 他就是獎金獵人 賺錢 賺錢 也留給後面的人吧 是不是 部落還有需要很多人要開發 我們的傳統文化 不過有夢最美 對… 對 至少他願意來參加 我覺得他就是很看重 我們這個比賽 對不對 是比賽還是看重獎金 應該都有 好吧 趕快來看我們 林少強帶來的歌曲 你好嗎 大家好 我是大大大 我叫林少強 然後我來自花蓮秀林鄉 是泰魯閣組的這樣 我來參加這個比賽呢 主要是想說 把這首歌獻給就是我 前陣子過世的姑姑這樣 然後希望 因為她臨終前就是希望 聽到我唱這首歌 所以我想說 她過世之後我想說 就獻給她這樣子 大大大 下一首歌獅子 曾經青龍 彈是李平議的歌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只要在你身上 那是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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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一個獎金獵人啊 真的 莎強你好 你好 那個可以用主語跟我們自我介紹一下嗎 不要怎麼感到有害怕 好 好 這牙套是不是有點困擾你 在發咬製的這個部分 有 就是要長還 他才會講的話 就是會 就是會撅到 其實還不錯聽啊 對啊 剛剛我們這樣聽 還沒有咬製上面的一些 喂 唱得還不錯啦 為什麼會想要用母語 然後作為這個參賽 因為其實就是這首歌我本來是想獻給我 就是前陣子過世的姑姑啦 然後 因為她就臨終前想要聽我唱這首歌 但是就是 來不及 很遺憾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是獻給姑姑 對… 你好嗎 姑姑一定很好 是喔 對 那我們先來聽聽一下小辣椒老師 為我們講評 我剛剛聽到邵強唱歌 我發現他音色很漂亮 可是剛剛這首歌是你自己創作的嗎 不是 不是啊 我扣分 我一直以為是你創作 不過你真的唱得很好 這是一首其實滿動聽 而且其實在比賽的時候 是一首比較安全的歌 它沒有太大的難度 那如果真的要明顯挑的時候呢 我覺得可能他在那個說話的語氣 像你一進歌 你現在在做什麼 你還好嗎 其實就是那個語氣 有一種說話的 要溫柔的進來 可是我會發現你前面那四句 你現在做什麼 你還好嗎 我們好久沒見面了 你依然如席嗎 就是那個語氣你知道嗎 就是我覺得你的語氣沒有很清楚 所以讓那個情感的層次 可能就在聽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樣的打動 但是原則上那個音色是真的很好聽 然後在副歌的部分我覺得 就是你在那個高音的部分 就是海壓或者是手難 或者是搭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高音的部分 我覺得可能是發聲的位置 你都比較在喉嚨 所以聽起來會有點壓迫感 然後可能要把那個高音的那個 發聲的位置做一些調整 就是我覺得你對今天 你唱這個你好嗎這首歌 我個人的看法 好不好 OK 加油 謝謝兩位評審老師 講評 原來這個你好嗎的 那個意境這麼的美 因為我們聽不太懂 這個聽起來你的聲音這樣 讓我們覺得還滿舒服的 好 那我們要... 評審要給分囉 好 評審請給登 擁有漂亮賞音的邵翔 用真摯的情感 唱出對姑姑的思念 是否能夠如願感動評審的心呢 接著 上場的可都是殺手級的參賽者 一個是擁有鐵費的陳梅芳 以及一個是校園風雲人物的江松林 他們的表現能否贏得評審的肯定呢 只是心中的感慨完全 當昨天是來生向前 你說是我們向前的王 我說為愛你不夠勇敢 你長得就是很泰雅族啊 為什麼不會講呢 講到了 他不會變成阿美族吧 為什麼 那就是家人沒有交嗎 還是說從小就是沒有在部落 阿美族 如果你要的是我 那就把你的心全部交給我 無論這個方 不管下次答應 電話留給你 阿美族 太魯閣的林紹強 獎金獵人之稱 三個燈 三個燈耶 恭喜少強 好棒 相當不賴… 真的有夢最美 第一位就這麼的實力非常的堅強 對 OK吧 三個燈 老師都算有肯定 但是還不是到最後 開心了喔 好 好 好 那謝謝我們的邵強 也稍著休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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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歡迎我們的第二位參賽者是 第二位是這個老老男的媳婦 媳婦 媳婦 台東老老男的媳婦 但是呢 她是我們那個 那個 殺手 有聽過耳聞 當然 因為她今天喔 就是一身黑 通常殺手都是穿黑色的 對… 就是在夜晚出沒這樣 對 對啊 然後而且她呢 只要有比賽啊 有機會讓人家聽到她的聲音的機會的時候 有沒有 她絕對不會放過 哪怕是卡拉OK一樣 真的 就是小吃步的 當然啊 小朋友撐著她又 撞開 等我穿完這首 也是各個大大小的比賽的常勝區 聽說也有參加我們 本台的另外一個歌唱節目 對… 原始英雄吧 對… 那出來都是屬於菁英級的 對 很強喔 對啊 師傅一直馬上給她看一下 我們陳美芳的帶來 《相見後玩》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東的排王族 我叫陳美芳 來自台東排王族的鐵費殺手 陳美芳在日常生活裡 已經練就鐵費的好功夫了 跟在彩排時 就顯現出其殺手的特性 比賽就要開始了 美芳能否善用自己的強項 激壓全場呢 附落新舞台 我來囉 其他勝利者要注意囉 謝謝 有一張後陌生的臉 到今天才看見 有點心酸在我們之間 如此短暫的情願 看著天空不讓淚流下 不說一句埋怨 只是心中的感慨晚前 當著前世來生向前 你說是我們相見人啊 我說為愛你不夠勇敢 我不奢求永遠 永遠太遙遠 卻陷在愛的深淵 你說是我們相見人啊 我說為愛你不夠勇敢 在愛與不愛街 還會千萬變 哪怕一生很累累 我也不管 你有一張好陌生的臉 到今天才看見 有一點心酸 在我們之間 如此短暫的情願 看著天空不讓淚流下 不說一句埋怨 只是心中的感慨晚前 當著前世來生向前 你說是我們相見人啊 我說為愛你不夠勇敢 我不奢求永遠 永遠太遙遠 卻陷陷在愛的深淵 你說是我們相見人啊 我說為愛你不夠勇敢 在愛與不愛街 還會千萬變 哪怕一生很累累 我也不管 掌聲鼓勵 真的是殺手耶 真的啊 我坐在那邊我一直 那個雞皮疙瘩一直 起伏這樣 而且 他怎麼唱歌這麼的輕鬆啊 鐵肺 而且 對 好鐵肺喔 我們那邊是鐵肺村了 真的 我以為是只有家家 沒的 對 我以為只有小君家家是鐵肺 結果 他們的肺真的是掛在外面喔 好大喔 對 我們趕快來聽一下淑慶老師 其實梅芳的颱風很穩健 這個大家都這個無庸置疑也看到 然後唱歌技巧當然也很好 但是就是因為唱歌技巧很好 在很多的部分的控制 其實要處理得很小心 我其實很怕這首歌就是因為 如果控制不好 其實會聽會常常會聽得比較 比較會有一點膩 那那個膩通常是因為 會去賣弄一些技巧 那那個技巧就是 我說的那個轉音的控制 第一次聽覺得還好 那可是我覺得整個聽下來 我還是希望那個轉音上面 其實如果能夠再 不要那麼多次 因為它畢竟 大概副歌唱的起碼有三次嘛 所以如果你能夠把它控制在 不要每一次都去轉音 把那個習慣改掉 其實在可能在最後一次副歌的時候 你要加強那個情緒的時候 再給它的時候 可能會聽起來那個 感覺會更好一點 今天表現真的還不錯 有寡目相看 寡目相看 我們就請評分 評審老師給我們這個燈數看 有沒有寡目相看好不好 評審請給燈 到底該不會被安排出來的殺手 可以獲得評審的幾個燈數呢 有沒有 沒有 工作地的有 每一燈會幾個燈呢 謝謝老師 三個燈耶 再度有三個燈 非常感謝美方 謝謝 這樣子有沒有鬆一口氣 還是有啦 老師的那個 老師的那個建議要聽 好 不要把那個罵小孩的那個感情 放在小孩身上 好不好 在練歌的時候要把感情放在我們的 投入在我們的歌曲當中 好 好不好 先稍坐休息 好 謝謝 謝謝美方 謝謝美方的表演 謝謝 真的來勢兇兇啦 第三位要叫他怎麼 他是不是要走了啊 感覺他已經不敢 不敢再來了 今天我就跟你講了 我彩排有看到 今天所有的參賽者真的是 都要收 就是今天的節目要 收門票 對 要收門票 所以大家一定要 要鎖定 姐姐妳太好看了 因為有些歌唱比賽 他的節目都是要比一個月之後 才是最精采的 是 我們一週就是最精采的 就是每個都是菁英的 對啊 你看接下來就是這個 一定要鎖看 鎖定這一集 好不好 3號的這個江松霖 這個江松霖 他平常喜歡運動啊 打球啊跟歌唱 他也來勢匆匆嗎 不要小看他耶 他現在 我不要小看他 他滿小的啊 年紀 好 那我們小看他好了 好的 我們的江松霖 他帶來的什麼歌曲呢 你是我的眼 大家好 我是江松霖 今年才十四歲的江松霖 在學校可說是風雲人物啊 可進可動的他 不論是在籃球 樂器等 都難不倒他 更是風靡全校私生啊 也因為爸爸的關係 從小耳濡目燃下 他對唱歌懷著有夢想 今天他就要站在舞台上 展現自己了 他要如何用歌聲來傳遞 對唱歌的夢想呢 終於雙雲雙鱗 加油...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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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看得見 就能輕易方便白天黑夜 就能準確在人群中 牽住你的手 如果我們看得見 如果我們看得見 就能假設到你到處熬夜 就能寂寞成為了 給你的擁抱 如果我們看得見 神秘也是完全不同 可能我想要的 喜歡我愛的模樣 人間的黑不是黑 你說的白是什麼吧 你說的天空藍 是我記憶中 要通報你 背後的明天 我望向你的臉 卻只能看見你的虛無 是不是上禮在我眼前 遮住我的臉 忘了先看 你們看得見你的臉 你是我的臉 你是我的臉 帶我領埋視器而變幻 你是我的臉 你是我的臉 帶我穿越勇氣的人潮 你是我的臉 待我阅读浩瀚的书海 以为你是我的脸 让我看见 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就在我眼前 谢谢 松霖你好 要不要用自己的主语 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 你不会啊 不会 不是很会 靠我分 不是很会 不太会 是不是 那你是来自哪里的 桃园县复兴乡的 复兴乡的什么族 泰雅族 泰雅族哦 你长得就是很 泰雅族啊 为什么不会讲呢 难道理 他不会变成阿美族吧 为什么 那就是家人没有交吗 还是说从小就是 没有在部落 比较会听 可是不是很会讲 几岁觉得自己会唱歌 还是喜欢唱歌 喜欢唱歌 几岁 13岁 13岁 国中啊 国中 也是两年前而已吧 13岁 是 我们听一下浩恩老师 就好听啊 真的就是好听 15岁不容易 真的 对 15岁要表达出这样的情感 还有 唯独就是 小小的 就是你的声音还没有完全变好 还没变大人 对 你选的歌 它又是在 中音 高音 低音 它全部都必须要有表现到 所以很可惜 小小的遗憾就是前面三个如果 如果 如果我能看得见 如果 如果 你的如果 基本上都没有唱好 这是我唯一会扣分的 那 其他在高音表现上或者是 你的情感的传递上都很清楚 然后记得要 继续当一个爱唱歌的人 不是只是会唱歌的人 好 我们赶快来看评审的灯数 评审请给灯 我要能睡得安稳 有些人 我抱了才温暖 离开了才不恨我 放该割舍 你这个我愿意是唱给谁听的 为谁唱 男主角吗 可以讲一下吗 他有让你那么痛苦吗 好感动 有 有五个 是 喂 是 如果你要了是我 那就把你的心全部交给我 无论这个方 不管下次答应 电话留给你 阿哈吉他 你是我的眼 唱得太好听了 谢谢 三个灯啦 都是三个灯耶 真的还是有得到我们评审的青睐耶 那我先稍坐休息咯 谢谢松霖 请回座 谢谢 谢谢 好棒 好棒 你后面还有人吗 当然啊 还有人 真的吗 我就跟你讲说 今天就是那种 那种 冠军选手出来的比 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很像 一个小小的那种演唱会 整个发表 每个人都拿出很好的实力 好 好 紧接着要出场的就是 4号的这个江亚伦 江亚伦呢 他从小就是喜欢歌唱表演 跟我一样 没有啦 好啦 可是他还没结婚啦 好不好 就是这个就比较不一样啦 只要春庄呢 有什么样的表演 他一定是 就是第一个报到 对喔 而且他也有参加过 其他友台的一些 节目歌唱比赛 可是 他不是当选手 他是扮演那种 趁快来看亚伦带来这首 《我要快乐》 《我要快乐》 哈囉 大家好 我叫江亚伦 来自花蓮太魯閣的江亚伦 从小就非常喜欢表演 只要部落有活动 总是抢先报名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表演欲 他才发现自己原来可以唱歌跳舞 也因为如此 常常征战哥哥大大小小的比赛 并且获得比赛的肯定 也成为每一位参赛者 心中的大魔王啊 一二三 加油 馬杨主席 各自拍攝 接近 李宗盛 立孝队 李宗盛 十一 三 六 十一 二 九 一 三 我要快乐 我要能睡得安稳 有些人不抱了才温暖 离开了才不恨我 放该分身 我要快乐 哪怕笑得再大声 幸福是热的 全都是假的 只有眼泪是真的 把从前想了一遍 谢谢了伤我的人 想做乐观的人 每种余生 听了都不懂 我并不是天生爱情我 却比任何人都多 就算把世界给我 我还是一无所有 我要快乐 我要能睡得安稳 有些人不抱了才温暖 但离开了才不恨我 总该更舍 我要快乐 哪怕笑得再大声 心不失热的 全都是假的 只有眼泪是真的 好 謝謝 不错喔 反应太好 雅伦 怎么会那么厉害 又长得很漂亮 沒有 謝謝 你比较漂亮 幾岁啊 那是一定的啊 我主持人呢 我没有想到現在的原住民 特別爱说谎 對啊 怎么会说好话做好事啊 我上次有人跟我讲说 你好的 你长得好帅 我说 我借了 为什么 因为这种东西有听力 好啦 我们赶快要先 舒青老师 好 二十二岁的这个雅伦 表现很好 因为我觉得一出来 我对你的声音就感觉到非常惊艳 而且我觉得我很享受在你的歌声里头 而且我觉得你是目前 这是第四位参赛者 我第一次 就是今天的比赛里头 我第一次感觉到你的身体有肢体 有那个力量 有那个力度出来 而且我可以听到你的那个感情度 就是那个歌里面有那个灵魂 有血肉的感觉 你的假音很漂亮 在那个眼泪是真的 然后决定是对的 那个假音很漂亮 如果真的要挑小小的毛病 就是在那个一开始 第一 我并不是 我不晓得 我并不是你是因为拍子没抓好 还是怎么样 就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有吗 是哦 然后再那个 再大声 那三个字 你好有点那个情绪 有点放掉了 所以如果把它控制好一点 会更好 整体而言 我觉得今天你跳了 我要快乐 我觉得我很喜欢 然后 然后 你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声音 然后 你的肢体其实可以再出来一点 站在舞台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参赛者都一样 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就是把你的声音唱出来 把你的动作 就是用你的动作 把你的情感也一起释放出来 因为站在舞台上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 你就是王 在那个此时此刻 好不好 是 OK 加油 謝謝老師 厲害了 連老師都已經 已經 已經變肢体語言 可以挑了 表示你的歌声 真的就是不在话下 謝謝 好 那我们要看 評審給的燈囉 好 評審 請給燈 到底我們PK 唱我們天后阿妹的歌 PK起的這個陳曉晶 陳曉晶 真的 阿妹的我要快樂 會不會也是三個燈 掌聲鼓勵 真的是厲害 那我們收拾休息囉 謝謝雅倫 謝謝雅倫 謝謝雅倫的表演 有沒有 我就跟你講說要買門票 今天這一集 今天這一集 大家真的 一定要趕快 鎖定我們這一集好嗎 那我們五號有什麼厲害的 五號呢 我們是來自這個台東大五 又是一個 又是我們那邊的 你不要一直把你們家族 整個下次 外婆 阿嬤 阿嬤都拿出來 就都等一下 怎麼樣 你小孩才八個月 太小 我們那個部落 要嘛不出門 出門就是 就是要打獵了就對了 當然啊 地理人節 人才背出 我虎長榮之處 不是猛榮不過江 你背得好辛苦喔 不是高手不過高 對不對 高手不過高是什麼 等一下啦 你們要不要分配好講話 大小都會 對啊 他這樣怎麼領錢啊 對啊 你把話都講完了 話書也留給拍檔好不好 至少也有 對不對 大家 他的名字叫鄭文華 好啦 趕快來看我們的 鄭文華帶來的一首 我願意 我是來自大 台東 台東大嗎 來自台東的鄭文華 唱歌對他來說 一直是最大的夢想 在學生時期 就常常參加各個歌唱比賽 只是那時為了自己而唱 如今對歌唱有了不同的想法 不再只是為自己而唱 表現之極 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文華有這麼大的轉變 而他究竟是為誰而唱呢 為主而唱 加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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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厲害... 都沒有 好好聽喔 真的是殺手級的 聽說你唱這個我願意 很像是為了一個 你這個我願意是唱給誰聽的 為誰唱 男主角嗎 可以講一下嗎 他有讓你那麼痛苦嗎 好感動喔 是 為神 太好了 太好了 很棒 聽說 因為 哥哥的這個部分 然後影響了你 對不對 因為家裡面的人 是不是有誰當神職人員嗎 然後被影響之後 爸爸 差一點啦 可是就是是我小哥 但是是沒有 他是 對 有當就是修飾 就是有往那個神父的路這樣 只是現在沒有 對 所以這首歌是獻給上帝的 對 好棒喔 都快不要 真的是不要他感動耶 好的 那我們那個後面開始說那個 奉獻帶的部分 喂 好啦 那我們就願意當和尚了 對 我們趕快聽一下 哈囉老師 妳的音質是很清亮 但是卻又壓抑的 對 那是一個很奇怪的感受 那我今天一點小小的建議就是 妳在高音的控制上要加強 用力就會走那麼一點音 然後妳拉為音的確定性 就是妳要唱多長 妳自己心裡面要先有預備 妳要唱多長把它截斷 那我這邊有一個 還有一個note是寫的是 感動是需要控制的 假設這首歌是因為 為了要唱給上帝聽 並且因為唱給上帝聽 然後他可以去感動到其他人 進而讓人去認識上帝 這時候妳的角色就更重要 妳要比大家都更冷靜 好 文華那我們要看燈數囉 好 評審請給燈 因為神的愛讓文華生命有了改變 也讓他改變了對唱歌的想法 而他為神而唱的表現 感動了所有的人 文華的歌聲是否也感動了評審呢 而最後一位參賽者即將要上場了 而他的出現震驚全場 比賽的結果是否也會因為他而有所改變呢 我覺得我會離不開你 可惜我丟了你 得獎的是 好緊張喔 緊張啦 緊張啦 妹妹的喜帖又再次的出現了 是哪一位呢 是大家講的那一位嗎 得獎的是哪一位 一個燈 兩個燈 會不會有三個燈呢 兩個燈 謝謝 還是很謝謝 這個燈數還是很高 謝謝我們的文華 也謝謝你的表演 好 那請回座 謝謝 謝謝 我願意玩 下一位很像聽說這首歌 有大家的心聲 我願意回家 不要鬧啦 接下來要出現的最後一個參賽者 不知不覺最後一次 對 她是悲男族的彈以倩 彈以倩 然後她小的時候就是 因為那個父母親 就是懶惰呼吸得著 懶惰呼吸了 所以從小是 阿嬤就是帶她去 帶她的 就是帶她去歌唱比賽 因為她也是喜歡唱唱歌這樣 然後小朋友有這樣的天分 我們千萬不要埋美人才 埋美好嗎 好的 主持人講話要標準 好不好 沒關係啦 我們現在要報金鐘金曲 金曲是不可能 所以啊 所以她的比賽的經驗 其實也都很不錯 對 年僅15歲 15歲 這麼年輕 所以她的經紀人就是她阿嬤 對 非常的嚴格 是 可是她今天要詮釋這首歌 我覺得好高難度 對一個15歲來講她OK嗎 曹玲演出只要她經紀人說可以 就是可以了 好 馬上來看唐以倩的表演的是 Go Home 哈囉大家好 我叫做唐以倩 來自花蓮悲男族的唐以倩 雖然小時候父母就離開她 是阿嬤含辛茹苦地把她帶大 也因為阿嬤讓她發現對唱歌的熱情 而阿嬤也很願意讓一倩盡情地追求自己的夢想 她能否如願以偿贏得勝利呢 加油 我還不明白為什麼你離開了我 我還不明白為什麼你離開了我 我每天晚上在這裡 我每天晚上在這裡 哪裡也不想去 可是我好愛你 我覺得我會離不開你 可惜我丟了你 慢慢我的眼淚流下來 回家 回家 我需要你回家 我需要你回家 回家 回家 馬上來我的身邊 回家 別再哭 就讓她走 再多痛苦的等候 相信我也 難承受 閉上眼 不再留念 你卻一遍又一遍 從現在想你的眼 別說 別說 不會有結果 不會有結果 永遠永遠 別說分手 而你 這麼能夠 就這樣 就這樣的放手 與其不再回頭 Be here Just be let Forever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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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回家 我需要你 爆炸的現場 跟你講了爆炸的聲音 真的 小小的身體裡面藏了 一切你 對啊 你身體有裝什麼嗎 我們構造是差不多啦 推進氣有沒有 好有架式喔 真的 一出來 整個就是力量耶 對啊 小小的一個年紀就可以唱出這麼 對啊 有爆發性的這樣的歌喉 趕快聽一下小辣椒老師 可能在有一些地方詮釋上 需要還要 需要還是需要老師 來指導你 教你怎麼樣去詮釋那一句 因為有一些地方 你可能自己不是很了解 所以你就一直往上衝 可是在往上衝的那種爆發力 其實有時候是很棒 可是在那個意見上 有時候會覺得很刺耳 久了 所以你要很小心那個爆發力 所以如果說那個爆發力太久了 我們聽了也會累 所以這個要很小心 不過你今天的那個服裝造型上 我有給你加很多分數 然後再加上你又是超齡的演出 年紀那麼小 然後唱這首歌曲 我一定給你加分的 他也是我們來自花蓮的 對… 更要加分 不能有這樣子的那個 可以啦 小朋友嘛 對不對 對啊 要鼓勵一下 對… 怡倩 會緊張嗎 不會 你看小朋友就是這樣喔 很好耶 對啊 那些人都刺在蛋 對啊 緊張發抖的發抖 閉眼睛的閉眼睛 小朋友就是這樣 就是完全都懵懵懂懂 反正把歌唱完 對 出聲之賭不畏糊啊 真的 好 那你這個不怕的個性 我們就要來看燈數了 評審請給燈 到底我們小小的身軀 談以前 內場的這個何能爆發 會獲得評審的燈數 會有幾個燈呢 這個回家 要讓幾個人回家呢 兩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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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兩個燈 也是不錯的燈數 不來 不來 也有老師也很肯定 對 謝謝 那我們謝謝 謝謝以倩 今天有夢最美的比賽 如同主持人說的一樣 可以說是菁英中的菁英 也讓所有的人耳目都享受到了 一場音樂的饗宴 不僅聽到參賽者動人的歌聲 也都感受到參賽者的生活體驗和故事 不過比賽還是比賽 依然要分出勝負分出高下 究竟 少強 梅芳 松霖 雅倫 文華 以倩 誰會是本週的周冠軍呢 就請評審來為我們揭曉答案吧 得獎的是 好緊張 緊張了 妹妹的喜帖又再次的出現了 是哪一位呢 是大家獎的那一位嗎 得獎的是哪位 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我以為她會得獎 結果不是她 是 恭喜 張雅倫 謝謝 恭喜張雅倫 也請小辣家老師為我們做今天的頒發 我們的一萬塊的獎金 也請張雅倫站在我們的台前 歡迎 老師 謝謝 謝謝小辣家 也謝謝我們其他的參賽者 其實你們今天的比賽呢 也接受了我們所有的評審團 及大家的肯定 也希望你們在未來的比賽的 有比賽的這個 歌唱比賽的路上呢 都有很好的成績 也謝謝我們三位的評審團 辛苦你們了 最辛苦了 也謝謝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 還有加油團 以及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請你們每個禮拜天 繼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也別忘了 每週日晚間8點至9點 收看我們的 部落新舞台 原住民 等你來站台 我們下禮拜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沿著火不能跟上 抬頭鞋的小姑娘 要我發個差 總開你的手裡 離開你左右 我向前走才會是我 最後的關龍 advantage 有很多人esters 閒然 cambio 都帶 Extremely 到了 你是誰撺下眨 Oklahom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